大家好,今天我们浅谈一下经验主义,我是国武 经验论又称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相对,是旧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派 主张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在柏拉图这个地方认为,知识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理念世界中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去认识到了它 然后我们有了知识这个概念 而经验主义的主张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去触摸到它,我们去看到它,我们去听到它 我们去想到,想到它应该不算 想到算不算一个感性的经验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了 经验主义者还往往会主张,传统事实上也来源于之前的经验 经验主义与洛克的白纸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后者认为人生下来就如白纸一般 并且需要通过经验来在白纸上做记号 洛克是经验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科学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强调证据和经验 尤其是实验中发现的那些 科学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因其强调所有理论和假设 都必须被实验来检验 并而非单纯且唯一地依赖鲜艳推理直觉和启示 而成为了科学方法的基础 这个地方这句话表面上就是字面意思上是非常好理解的 字面意思上很好理解 就是它依据于什么 它依据的就是感性的一种经验 感性的一种认知 而非先验推理 直觉或者启示 你说这个好像和我们现代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好像有一些人类就是比较接近的一些地方了 对 就是我们认识世界 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在不断变化的 为什么会不断变化 是这样的 某一位哲学家或者思想家 他提出了一条路 大家就开始听着很有道理 然后就顺着那条路走下去 走到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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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可能有些地方不完散 然后就补充 然后又走了一段时间 发现好像走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要换一条思路 对不对 就比如说那个物理上的以太这样一个问题 它要一直找找找找 我们就要找到以太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 这个问题 这条路好像不是走的 不是太 能够达到目的 那么我们就换一条思路 好像是不用以太多方式来解决 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换一条思路以后 找到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了 哲学也是一样的 哲学是科学的一个基础吗 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 知识最终一定会 推到某个人的感官经验之上 而不能直接由演绎推理 或推理凭空得出 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 这种 再来说这个 这一节课应该 对道教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不好理解的话 让我举个例子吧 我举个例子 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 人知道 如果被火烧着了 烧到身上的某一个位置 比如烧到你的手指 会疼 可能一个人活到二十岁 他也从来没被火烧到过 但是你说 那他怎么知道会疼呢 他是听到别人说过这个事情 或者从某个书本上 得知了这样一个事情 对不对 他知道了 火烧到手指会疼 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是脱离了经验 脱离了经验 那你说为什么会一定会 最终回到经验呢 我们做一个假设 假设在一个一群人 有一群人 他们活了一辈子 一百年之类 都没有被火烧到过手指 都没有被火烧到过手指 慢慢的 他们关于火烧到手指 会疼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种知识 就会大化掉 就会大化掉 或者就会模糊掉 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只是就原来有人在这样说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体验过 对不对 于是某一天 终于又有一个人 被火烧到了手指 有点疼 所以就会疼 那么这样一个感官经验 又重新验证了这个知识的正确性 这就是经验主义 哲学家认为的 知识最终一定会推到某个人的感官经验之上 而不能直接由演绎推理 或推理凭空得出 你说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你说古老师 这个说法好像有那么些道理 有那么些道理 我们接着看 理性主义并不完全与经验主义相对 许多经验主义哲学家也抱有部分的理性主义 还是举一个例子也就明白了 A小球撞向B小球 B小球移动 这是一个经验我们看到的 对不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 或者是你自己拿一个小球撞一下 但是你说我从来就没有撞到过别人 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我反正我走路非常小心 或者是怎么回事 我不怎么出门 我没有撞到过别人 但是我看 如果是我撞到别人这样一个动作 和A小球撞向B小球 这个动作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我就用理性来推导出 我撞向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会被我撞动 也就是会产生一个移动 这样一个动作 是否就是经验主义哲学家 也抱有部分的理性主义 这样一个概念呢 想想是否这个道理 许多重要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如 内勒·迪卡尔 巴鲁赫斯宾诺莎 和哥特弗里德·莱布里斯 亦支持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 莱布里斯·斯宾诺莎·迪卡尔 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了 尤其是莱布里斯和迪卡尔 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身 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身 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是这样的 没有不可验证的陈述 都是非真也非假 没有实在意义 大家有明白是什么意思没有 这里我就不细讲 这个问题 如果你感兴趣对逻辑实证主义感兴趣 你可以查一下 查一下 他表达的意思就是很明确了吗 没有验证的东西 就是非真也非假 没有实在意义 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一些问题 只是局限在我们所验证的 已经验证的东西之上 就是有了经验的东西之上 而没有验证的东西 我们就不管它 因为没有实在意义嘛 经验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 直到今天 经验主义的方法 还在影响自然科学 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而自然科学方法 则是传统观念的发展 而 然而近几十年 一些新的理论学说 如量子力学 构成主义 托马斯·库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 对经验主义 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 独一无二的地位 产生了轻微的冲击 这就到了现代了 到了现代 当然可以去查一下 比如量子力学 构成主义 然后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些书或者是理论 它具体表什么 一个概念和意思 但是经验主义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面 确实起到了一个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直到延续到今天 延续到今天 以上资料是来自于维基百科 如果有反权问题 敬请我联系 目前我在创造历史战争类小说 甲武当构级 发表于17K小说网上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图大家一乐乎 我的Q课是13184359 如果有朋友想和我探讨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 或者聊个天喝个茶也可以 敬请与我联系 好谢谢各位